這次介紹的是Leica M7 飛臨相機 HELLO 大家好,我是 M&K 相機的Frankie 這次介紹的是這部Leica M7 相機 當然,鏡頭是不包括在內的 這部Leica M7 飛臨相機是由2002年到2018年生產 到現在已經停產了 買到的只可以有二手相機 這部相機除了有七光之外 最大的賣點是有一個叫做 AUTO mode AUTO mode 其實就等於A mode A mode 即是光圈先決 很簡單的 就是你選擇了它是 AUTO mode 的時候 你可以調教你本身的因應菲林 ISO 調教你自己想要的光圈 例如你要主題特出一點,開大一點的光圈 你要大風景,你可能收回小一點的光圈 它就會調節到一個適合的快模速度去按 即是等於現在的M8 M9 M240 M10 都是同樣的理論 即是說你基本上 你只要調教你自己要的光圈 你對焦,按按鈕就已經可以了 可以說這部是一部Digital的飛臨相機 這樣去理解也是可以的 這部相機有一個Digital的 Digital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調教 它有一個飛臨桶 可以解決到這個飛臨是甚麼ISO的飛臨 你選擇了Digital的,它會自動和你選擇飛臨 作為一個調教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方法 亦都不會因為不小心 選錯了ISO,有時間忘記調教 拍完之後才發現,全部都黑了,全部都白了 這些污漆的東西 另外,還可以EV加減上下各兩級 我們經常說,喜歡拍的相片有飛臨的感覺 有電影感 為甚麼不選一部飛臨相機呢 那這個就更加好 一定是有飛臨感 因為它是飛臨來的嘛 現在有一個情形呢,亦都是很有趣的 越來越多,有年輕人玩飛臨 因為可能小朋友的時候,父母有拍過一些飛臨的感覺 當他長大了,其實我發現他自己一直都要用數碼 沒有用過飛臨的 現在有機會長大了 可以試一試飛臨的感覺 這個飛臨是比數碼更加有溫度 更加有人情味的 而之前呢,可能玩飛臨的人呢,實在是會少了 那變了,那些曬上泡也變了少了 相反呢,現在是多了很多曬上泡 而且他們的質素呢,也都是越曬越好 飛臨要沖得好呢,最重要的關鍵呢 是那個藥水呢,要夠新鮮 那這樣東西的話呢 是要多人去沖曬呢 才可以造就到這個這樣的情況的 所以現在呢,越來越多人去曬上 是越來越曬得好的 那這個情況 那好像現在呢,我其實去了日本 那是一間叫做大相機 大家明白這個是什麼意思了 那它裡面有一個部門 是專門負責幫人沖曬的 那我剛剛這次都有沖曬到 那大約是用了一個小時至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因為我趕時間,我叫它和它沖快一點 那大約一個半小時時間就可以沖曬 那可以立刻拿一個手機給它 所以它一刷一張SD卡 就整十個來我手機 非常方便的 有朋友就擔心說 這部M7是電子帆門 那其實回想一下 現在的數碼機有哪一部不是電子帆門的呢 那倒數回2006年 第一部M機的數碼相機 那一部就是M8 到現在已經是13年了 那其實是甚少聽到說M8 死了快門 所以要廢了這部機的 這個情形很少 所以其實這部M7 都是不需要擔心這件事的 它壞的機會其實都是非常少的 那當然會壞,但是機會很少 最後一件事 這部相機它有一個A mode 所以如果你想拍得快的 不想那麼浪費時間去調校快門速度 那可以選擇這個A mode 這個是非常方便的 那現在這部M7 其實已經停產了 如果是想買的 那就要趁快了 因為其實成色好的 只會越來越少 那在使用這部M7的時候 有一件事大家要比較注意的 就是要記得把它關掉電源鍵 記得關好它 尤其是儲存 或者是放在袋裡的時候 就記得關掉它 量了一個紅點的時候 其實就代表這部相機是關掉了 就是擔心放在袋裡 或者放得太久的話 電源鍵會流失了 耗盡了 當你需要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是沒有電的 那就很糟糕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這個M7 其實有分幾個版本 除了有銀色 黑色之外 它有分了放大比率 最常見是0.72 比較長的 可能你用28 或者是比較長的 你可以選擇0.58 0.58X 如果你用Teddy鏡比較多 可以選擇0.85 0.85 相信這麽簡短的介紹 可以滿足到你的要求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關於這部M7的資料 或者去體驗一下這部相機的感受的話 歡迎來到尖沙咀 或者是旺角的門市 或者我的同事 可以親自介紹給你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